外面已经熟了 好的 我特别喜欢福宝 然后我是从外地赶过来的 然后希望今天能和福宝见上一面 然后希望福宝能在卧龙 快开心心快快乐地成长 快快开心 快快快快 你现在可以看到 首先在眷色的选址上,我们终于考虑了图宝的实际情况,以及新的眷色的情况,包括它长出之后,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人民量等因素,我们选择了目前的场馆。 为了眷色的安全,我们对眷色及周边的环境进行多次的消毒以及安全检查和工作。 现在福宝的状况是很好,就是健康状况也好,性格也不错,就是搬到这个新家之后,它的应急反应都很小,适应得挺快,总体是良好的。 就是从回来那天开始算7号时间左右,就基本上就适应这种状况了,就对我也没有什么抗拒。 吃饭的时候,然后我叫它过来培训的时候,进农的时候,都用的是川花。 结束了,结束了,快一点了。 而且一根竹筑就开,它们可以反重了。 监量不要可以反重了。 用这些选择去,预备工作,那我们可以看吗? 好,到一点了。 国际活动的话,从我们从九十年代一直开始的话,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。 我们在大小猫国际活动中,取得了丰盛的成果, 下一步呢,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开展这个国际活动。 因为通过国际合作以后 我们可以来分享 大家的集体智慧 来分享我们的资源 也会进行知识的分享 大家来共同为我们大熊猫的保护 疾病的防控研究 以后培训犯规 包括买自国家公园的建设 来一起共同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